艾多美 各位艾多美的伙伴 大家好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王 叫冠尧 冠军的冠 瑶顺的瑶 那我今年29岁 我在5年前遇见艾多美的 但是我很喜欢说我今年30岁了 为什么呢 因为30而立 特别喜欢30这个数字 那么今天可以在高雄研讨会 跟在座的朋友 分享我在艾多美的成功之路 跟我的先入历程 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那么最近刚从新加坡的研讨会回来 真的艾多美超越了我的所求所想 那么一开始我想先从我的大学开始说起 在座的朋友有看到我们照片的这个红衣小男孩吗 你们那是什么态度 那个就是刚出小两号的我 所以透过了艾多美呢 我的身材也跟艾多美一起成长了 所以新朋友 一开始你还不是很懂艾多美之前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我的工资很赚钱的 在读大学的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人 所以我都在大学 那时候记得 就是说读大学要有你玩四年吗 但是玩四年的时候 其实越到毕业的时候 心里就会开始有一点压力跟忧虑了 就是说哎哟 我到底未来要做什么呢 那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认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 然后做了很多的活动 那么我是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都是当班长跟当班代的 所以以前不知道要做什么 后来发现 真的来到了艾多美 所有以前的一种快乐的训练 然后在讲台上的那种感觉 其实都已经是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在做准备的 所以在座的朋友 不管你过去 你的经验 你的职业是什么 艾多美就是在为你预备 让你的才华跟能力展现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艾多美都是非常幸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办点什么角色 什么位置 都是非常棒的 那么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就有开始在主持活动 然后班上的谢思燕 这两个都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要强调一下这样 好 那这个很有趣嘛 就是右边这张图的女生 就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就说 跟我照一张像好不好 我说可以啊 但是我又规定她说不能站在台阶上面 我自己就站上去了嘛 然后我就叫她站下面嘛 然后叫拍照的人说不准照讲 然后呢其实只有这样而已 也没有比较高 总之呢我完了这个大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嘛 那那时候女同学就会讲一件事情啊 她说你们男生好好喔 你们男生可以先去当兵 然后当兵的时候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未来的人生要做什么 那我也去当兵当了一年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多当一年也是不知道出来要做什么 好 好 那但是啊在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 我的爸爸跟我说 他说 哎呀对不起 就是爸爸可能没有办法 支付你大学的学费了 所以你必须要去读夜间部 我是读日间部的 那读完了大概上学期 其实我已经认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了嘛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爸爸说 哎拜托不要 我自己可以去打工 我自己可以去支付我的学费 我还是想要继续在我原来的大学去念书 所以其实在大学的四年 我从大一下学习开始 直到大四我都是在这一门 我都是在操三工作 只要有课语的时间 我就去攻读 然后寒暑假的时候 我是全职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大学有非常多的活动 我都是没有参与到的 那对我来说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那有一天我记得有一个活动 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我们男生的班级的篮球比赛 那我们班已经打到冠军了 其实我是特别想参加的 虽然我不是很厉害的那种人 但是我觉得能参与在班上的这个活动 感觉是非常棒的 但是很可惜很无奈的是 这个冠军的比赛我没有办法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一天我必须要到超商去打工 那么打工 其实当下的我的心情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我想向我的店长请假 可是我的店长不同意 因为他说没有人的 所以你必须要来上班 那我记得那天打工回家的时候呢 我呢打开了我宿舍的门 然后看到我的桌子上 有一份鸡排 有一杯珍珠奶茶 我心里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班赢了这个比赛 那我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心情很开心的 我开始在吃鸡排 然后喝我这些同学 这些室友为我准备的珍珠奶茶 但是呢 这时候他们开始就走进来了 他们走进来的时候跟我怎么说呢 他说 官养你今天没有参加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知道吗 我们班就是刚好赢隔壁班2分 你知道谁表现的多好 谁投进了哪一球吗 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我觉得我耳边非常的吵 非常的吵杂 我看不清楚前面的 我的同学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觉得很难过 很难受 我感受到的只是痛苦而已 我很想哭 我很想流眼泪 因为你们在讲什么 我没有参与到 我不知道 我不理解 可以不要再说了吗 这就是我当下的感受 那他们在比赛的那个时间 我在做什么呢 我站在7-11的柜台 一个小时多少钱 97块钱 我最难受的是 那时候没有150 97块钱三个小时 我的同学在比赛 我在这里打工 在做什么呢 所以直到回想起来 现在呢 同学会他们 在讲这段往事的时候 我通通是没有回应的 如果可以再让我回到 过去的那个时光 我愿意用一个小时 一万块 买三个小时 再让我回去 再去打那个比赛 但是请问大家 我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想要讲这些故事 来跟在座的朋友分享呢 生活中的我们 是不是过于经济的无奈 时间的无奈 健康的无奈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跟我们最心爱的人在一起 甚至是去参加他的活动 甚至有一点点那么的残忍 所有善意的谎言 去把他推开 跟拒绝他 这些事情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发生 甚至我们的子女要求我们 他想要买好一点的手机 好一点的电脑 或者他想要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展览 但是很多时候 我都是拒绝他的 所以我在问在座朋友一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这个好 要珍爱灵魂 要好好回答 这样好吗 好 假设今天你收到了你朋友的一个讯息 你小时候的儿媳妻 或者是在座的闺蜜 或者是你的好的兄弟 他跟你说了 哇 这个我的儿子女儿 已经结婚了 要结婚了 在美国 那么我诚挚的邀请你 来美国来一趟 那么落地招难 就是说计票 在座的各位你自己出 但是就你参加了这个婚礼 你去美国 来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你住我家 吃的喝的用的 都不用担心 请问一下这个典礼 如果是在下个月十月初的时候 那么请问一下 你会请假 你会去参加的请举手 你们公司都这么好请假吗 你知道机票不便宜吗 再问一次 会去的请举手 好 现场看起来还是少数 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有一些原因 没有办法去 对不对 可能经济的考量 工作的考量 那这时候我们又拒绝对方怎么办 我们这时候可能可以这样子跟他说 不好意思啊 真的 虽然有时间 但是经济考量 说不好意思 真的很忙 所以没有办法去 你儿子女儿 再婚的时候 再通知我 下次一定去的 这个是跟大家开玩笑的 大家也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没有办法去参加 但是遇见了爱多美 再早一点在爱多美成功 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陪帮我们家人 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同意 那也是为什么今天 我这么喜欢爱多美的原因 爱多美是什么样的事业 爱多美这个事业就是有一天 我们手停 口停 脚停 但是收入不停的工作 我觉得特别的棒 好 那我是怎么接触爱多美的呢 一开始呢 在了解爱多美的时候 是我当兵 退伍的时候 就是在五年前 第一个跟我讲的是国中老师 我的国中老师呢 那时候我在公园运动 然后他看到了我 他很开心 所以事后他就请我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 喂老 老师觉得你很适合去做爱多美 我说爱多美是什么 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 刷牙洗脸吃辣面吃海苔 都可以分红 我心里觉得很好 但是我头脑怎么想 诈骗鸡头 请问在座的朋友刷牙洗脸吃辣面吃海苔 这么正常 正常啊 这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要给我钱呢 我想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心里很好 但是头脑是 这个应该有问题 不要李老师不要去参加 那第二次遇见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们的介绍人 就是现在影秀俱乐部的高姐 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他 他介绍我们这个家庭 那他身上有一个优点 就是被他锁定的目标 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所以呢 他很弃而不捨 不断的邀请我们 邀约我们 来听爱多美的事业说明会 那时候呢 其实台南没有人很了解爱多美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台北北部去听 那么北部去听就是在我们现在的 皇家大师 也是这一期我们新科王冠大师 董姐那时候的办公室 听了第一场的说明会 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去做客运去的 从台南做客运去台北 听一场 我本来不打算加入的说明会 那时候的策略是这样的 我跟我妈妈说 我们听完再拒绝高姐 我可能突然跟他说 哎我不适合这个 听过了 不适合做 我不想要经营 策略是这个样子 但是谁知道一听了 爱多美呢 哎 感觉很不错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第一次去听的时候 心情非常的不好 所以耳朵没有打开 那时候只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过一句话 她跟我怎么说 她说朋友 宋明会的时间很短 一个小时半而已 忍耐一下 听完之后带你去吃牛排 那时候呢 我就找到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我就是吃牛排吃牛排吃牛排 时间赶快过 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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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台上的讲师讲得再好再精彩 但是在座的朋友 你不想了解 耳朵关起来 对你有帮助吗 没有 但是如果你觉得台上的讲师 讲的讯息是非常重要的 你耳朵会不会散开 会的 很可惜 那时候我就是没有认真听 但是呢 在什么时候打动了我呢 就是我看到了我们爱多美的牙刷 请问一下在座的朋友 我们爱多美牙刷的刷毛是什么颜色的呢 黄色 黄色 金黄色对不对 那我从小到大的经验 牙刷的刷毛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对 所以我心里想 没有刷过这么黄的牙刷 一定要买一支回来试看看 那时候又说了我们的牙刷是有特殊功能的嘛 也通过了认证 那现在这个这么高级的牙刷一支多少钱 真的太败了 所以我心里想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我要不要经营爱多美这家公司 至少我可以使用看看这家公司的产品 看有没有像传说中讲的那么好 这么的特别 那当然一刷下去了 哇这个品质 这个价格 觉得很不错 所以一开始呢 我最有感觉 最有感触的 就是我爱多美公司的牙刀牙刷 那时候呢 我妈妈又跟我们讲了 她跟我爸爸讲 哎哟 那个妈妈有看这个董事长的公司介绍 哇真的爱多美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你跟爸爸要不要去韩国看一下 那请问在座的朋友 如果你的家人要帮你出机票前 请你去韩国玩一下看一下 请问会去的请举手 举手是正常的 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 我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 就是去出国看一下 玩一下 看看爱多美这家公司 那谁知道玩一下看一下 就是坐在这里了 有没有看到我那时候 一点无辜的样子 那那个场地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 韩国的一日研讨会 那一日研讨会那时候 每个星期四 有三千到四千的 在参加我们的一日研讨会 每周四 那么其实我当下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感觉 没有不开心 我很快的改变了我的念头 因为我想到一句话 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人多的地方不是好事 就是坏事 请问一下爱多美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当然 爱多美是天大的好事嘛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了各个凌晨 有年轻的 有年长的 甚至有行动不方便的朋友 他拿拐杖做轮椅 都来参加了爱多美的研讨会 过去的经验 我相信在座朋友 你只要冷气关系不要太差 你多多少少 你都会去过直销的场合 那这些公司通常呢 要么都是长辈 要么都是年轻人 要么全部都是穿西装 很体面 不然全部都是穿套装 简单的说 就是有门肯有条件的 不管是在你的金额上面 或者是你在你的外型上面 但是今天来到爱多美 不管你是要穿的轻松 你要穿的正式 是不是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研讨会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爱多美 大海那百川嘛 大家知道这一位是谁吗 就是我们的彪哥嘛 当初的我们的新科的黄佳那师 当初长得很像老大 现在还是很像老大 穿着西装的老大 开他开个玩笑的 所以你看我们女秀俱乐部的成员 那时候参与 现在都拥有了各自的一片天 那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 我心里呢 就只有一个想法而已 以前是没有梦想的 但是坐在那一刻 坐在那里的那一刻 我心里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爱多美这一家公司 在台湾开幕了 我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 我的人生一定会转变 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 接触到爱多美的 是在公司落地的前一年 这一年 我们这个家庭 去了韩国二十趟 自己出机票前 去韩国学习 去把商品带回来 辛苦 辛苦 坦白说真的非常的辛苦 学习是那么的遥远 然后每次要出国的时候 就要带两个行李箱 再加一个背包 行李箱全部都是放牙膏 牙刷 洗面乳 然后背包放很多的黑毛器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爸爸跟我妹妹讲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我们竟然在里面塞了十盒的黑毛器 然后我爸爸跟我妹妹讲了一句话 她说 妹妹过海关的时候 假装轻一点 他想说 十盒黑毛器这么重 怎么有办法假装轻一点 好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有时候 这样觉得很有趣 我会想起来 那 左右拉一个行李箱 又背一个背包 这时候还会有伙伴说什么话 伙伴说 冠瑶 再帮我买两箱拉面 我真的很想打死他 开玩笑的 他就知道那个场景了 两个行李箱 再两箱拉面 他又没有赚伙伴钱 只是把东西带回来而已 所以在那时候呢 我看到了艾多美 然后也认识了艾多美 那个是我们 刚开始经营乌奇 比较辛苦的一段时间 那么 真的是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那我的妈妈也是艾多美的玫瑰大师 然后妹妹是钻石大师 所以我们是全家都在经营的 那么 在韩国的时候 我们从韩国的艾多美 就开始在学习 我们去中心参访 我们去一日研讨会 我们去成功学院去做一个学习 那在座的各位朋友 有没有看到我们照片上面 左上角这张图片 有很多人在排队做什么事情 排队在排队吃饭 那韩国人很喜欢吃套菜 跟菜头这些腌制的食品 我个人很喜欢吃肉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那个餐盘 那些菜没有肉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韩国介绍的上线说 请问一下肉在哪里 他说有啊 我说哪里 你还看到 他说汤里面的鱼干 那么多人为了这个食物 不是那么的美味 但是还愿意在那边学习 那样的精神实在是非常的动人 那晚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图片 因为这个是韩国 爱多美苏黎山 爱多美成功学院的发源地 所以那你住的地方 比较像青年雨色 没有什么床 自己拉被子免被枕头 然后十几个人 一个房间 在那样的环境下被学习的 但是呢 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看到很多的韩国的朋友 为了成功 为了渴望学习那样的精神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 所以在座的朋友 有没有去过台湾的成功学院 有 有没有吃的好 有 住的好 有 所以有一次我们成功宣战 福隆饭面办的时候 董事长来台湾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些人看起来 好像不是来成功的 如果你的会员 吃的太好 住的很开心 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爱多美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有机会 你真的 你可以去韩国看一看 你也可以参加台湾的成功学院 那么直到今天 今日 韩国的成功学院 每个月八千到一万人在参加的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那么台湾也是一样的 每个月两千多人三千人 在参与我们这样系统的课程 好 那得到了满满的感动 跟满满的收获 回来 当然就很有动力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公司还没有来 所以呢 在家里办 我们的家庭聚会 跟事业说明会 你也可以看到 还是一样当初很瘦的我在这里 好 好 那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 从照片跟图片里面 不能看出来 我家还蛮大的 对不对 客厅啊 还有厨房啊 都是蛮大的 大概七八十平 那我相信在爱多美里面 很多的会员 有时候会有一个迷思 有一种想法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家条件比较好 做得比较早 或者比较有钱 基金能力比较好 所以比较早成功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特别是在爱多美的成功者 都有一段很辛苦的过去 我们在照片上面 看到这么大的房子 这么好的房子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故事 以前不敢讲 但是因为现在阶段性的成功 才比较愿意说一点出来 就是呢 这么大的房子 七八十平的房子 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卖掉了 为什么卖掉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得懂爱多美 我们很渴望成功 想进爱多美 但是没有足够的生活费 没有足够的金钱 所以把这样的大房子 卖掉了 从大的房子换成小的 这样就会多一笔生活费出来 我想请问在座的朋友 如果一间七八十平的房子 你住了十几年 那么里面的东西多不多 要搬家的时候累不累 累 所以我们一家是四个人 我还有一个妹妹 我们一家四口 我爸爸当然就会有点自整 他会觉得说 哇这个 怎么没有把这个家庭照顾好 所以他也是很认真的在打包 那时候我爸爸常常讲一句 我非常不喜欢听的话 他讲什么话呢 钱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 但是事后回想起来非常的有道理 因为经济那时候不够好 所以呢 没有什么请搬家公司 都是自己来打包 自己来打理 那对我来说我妈妈是什么呢 妈妈就是我们家的太阳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爸爸非常的务实 那妈妈很乐观 所以也是认真努力的帮忙打包 那对我来说呢 那么我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我的状态是 只要有我妈妈的地方就是家 所以我并不是那么的在乎 这个大房子 会变成小房子 或变什么样的房子 其实我不在乎 因为有我妈妈的地方 我们很多伙伴都知道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跟我妈妈的感情非常的好 我很爱我妈妈的 所以 妈妈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对我来说还好 只是真的搬家很累 这是事实 那第四个人就是我的妹妹 我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妹妹没有参与到搬家这一段 这也是让我们兄妹关系变很不太好 对 的一段 这个事情我就一直记在心里面 爱记仇的哥哥 为什么我记这件事呢 很简单 因为妹妹那时候在读大学 在读书 但是她放假的时候从来没有回家过 她没有帮忙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高兴 跟不满意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最近才想通 因为对妹妹来说 要搬离这个家 是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她的房间就是她的天意 她常常会在里面画画 唱歌 然后她有她自己的布告栏 她把她的房间固制的很美 很温馨 那像我呢 房间就只是放衣服的而已 我通常都在客厅活动 客厅一带活动 厨房一带活动 但是我妹妹就不同了嘛 所以我们硬生生的 要把她从这个 环境抽离的时候 她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 所以她选择的方式就是逃避 不回家 不回来 但在前面几年我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 我们兄妹的关系 从小时候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到这一段的过程中里面 是不太好的 那时候的梦想是打死妹妹 好 我开玩笑了 不会这么做啦 那就很气嘛 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那当然我们兄妹 后来为什么关系变好了 待会会跟大家来讲一下 好 那我们那时候也是要把 有很多的伙伴 跟着我们继续坚持的下来 所以现在也当了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自动型的钻石大师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在爱托美里面 没有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你今天会很幸运 今天是一个good day 然后明天是一个bad day 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的顺利 有时候有人接受你 有时候有人拒绝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感受 你可以很开心的过一天 你也可以很痛苦的过一天 所以对我来说在我身上里面 有不少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喜欢放在心里面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去过 我们没有必要把这样的痛苦跟仇苦 放在我们的伙伴跟我们的会员身上 那么我身上最痛苦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明明在搬家 心里很难受 但是伙伴来的时候我要笑 我要对着他笑 我可能上一秒才在跟我妹妹吵架 还在不爽我爸爸 结果伙伴就按我家本领了 那我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他们呢 我必须要笑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 本身已经很衰了 如果脸部表情再不好看 就叫衰上加衰 所以要笑 要微笑 因为你多一点的微笑 会带来更多好的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 那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的 很多 直到今天还是第一栽目 去韩国的时候打包包货 包到凌晨 我爸爸眼睛整个冲血变红色 我很害怕我不敢说 但是那当下我觉得我非常的没有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三更半夜在练 包牙膏跟牙刷 我才是搞的 我开始 那时候我也开始在怀疑 我的未来会不会成功 我真的可以像台商的讲师跟老师一样 我真的可以变优秀 我可以变出色 这个在我心里面其实打了非常多的问号 然后有很多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一段故事 给大家的启发 不是说你竟然都没要去卖房子 是你的个人选择 董事长说因人而异 我们叫做迫辅承受应该成功 我希望给大家的是更多温暖的力量 没有人走来是一路疯 没有人走来是一路顺风的 都会有一些拖着的 那么在这个错诚中里面 该如何去转变呢 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 进入我们的成功系统里面来学习 跟成功者在一起 因为我听过一句话 如果你的老师他一个月可以赚三百万 但是我们刚加入的时候 因为我们能力没有那么的好 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们赚他的一半可不可以 他三百万我们一百五十万 如果你觉得一百五十万太多了 七十五万 七十万太多再看一半 还有三十几万 再看一半数万 再看一半都有七万多块钱 这样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进系统 你的老师一个月只有三万 因为我们刚加入刚学习 能力没有他好 所以我们赚他的一半叫一万五 一万五再看一半七千五 七千五再看一半三千多 请问大家还要再砍下去吗 再砍下去应该不能看了 对不对 好所以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你现在生活很辛苦很苦苦 但是你很迫切的 你很想要成功 就是接近成功者 那我在挫折中里面呢 虽然我知道很辛苦 但是我就是不断的学习 跟这些成功者在一起 从照片上面看到 我都是跟这些成功者在一起 跟我们的老板 跟我们全球的一号 那当然照这些照片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是钻石大师了 所以真的是 我要表达的是 为什么在系统里面 拥有学习的目标 我们可以跟这些成功者在一起 全球七号 包含说这一次我们成功学业 要来的竹江浙 我们的王冠大师 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系统里面去学习 去听这些课程 很多韩国的成功者过去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过去的领袖俱乐部 跟皇家俱乐部的平均学历是国小毕业 那么近年来 因为有很多的人看得懂 然后靠知识分子 很多聪明的朋友 都陆续的被爱多美的里面感动吸引了 爱多美就像一块大磁铁一样 所以现在的爱多美是人才积极的 那么以前的爱多美是很辛苦的 好 那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是一张新加坡一日研讨会的邀请的公告 在新加坡的网站上面 那当然我去过新加坡好几次了 那我们中间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尊王大师 那放了这张照片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对我的心里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震荡 因为当初我也是坐在台下 我跟在座的朋友一模一样 我还在那时候我还在怀疑我的人生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朱王大师 他是皇家大师而已 但是他每天已经是四万多块钱 他已经每天封顶了 那他每天封顶 但是我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一碰而已 1800多 现在的1800多1900多而已 请问一下一个月1800多1900多 是多还是少 少 少吗 非常的少 也可以说少的可怜 第二个月的时候1800多1900多 而且这还是公司落地了 我前面已经做了一年了 那时候他们我那一点月没有人教我 所以都在啰嗦 做得有点乱七八糟的 经验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当公司落地 还是这样成果的时候 其实心里真的是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开始有点怀疑人生这样子 但是第三个月开始有转变了 什么样的转变呢 一碰变两碰了 所以 3800多 同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女朋友也不见了 所以都一碰少一个女朋友 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 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开心的 所以我跟大家表达的是 其实爱多美不管你什么时候出发 永远都不晚 有一天你也会出现在 这个照片上面 你也会站在这里 如果你非常想 你非常渴望的话 这就是爱多美这家公司的魅力 让你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成功一定有方法 但是失败有没有原因呢 有的嘛 因为我今天是讲成功之路嘛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失败一定有原因的 在座的朋友 我们曾经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游泳技术不好 今天换了一个游泳池 请问一下你会游的更好吗 如果在座各位 你没有驾照 你不会开车 今天给你Toyota 马自达 宾士 马萨拉迪跟超跑 请问有差别吗 没有 因为你终究还是不会开 所以爱多美的环境这么好 条件这么优良 爆发力这么强 但是你不愿意成长 不愿意学习 你想要好的成果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提醒在座的朋友 其实爱多美这个事业 真的是非常的好 只要你有对的心态 正确的观念 什么时候出发 永远都不闲持 大家同意吗 同意 所以在追求成功的同时 还是想要提醒大家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想问在座的朋友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经营爱多美的初期 观念 技巧比较重要 还是信念比较重要 信念 好 我用我个人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 初期的时候 当然两个都重要 但是如果选一个的话 是技巧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我想给大家听 今天我觉得爱多美这家公司 产品很好 制度很好 老板的愿景理念非常的好 所以我认同爱多美 我信念很强 我一定要在这里成功 但是我不愿意来听我们研讨会 我不想参加成功学院 我不想要太多的学习 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做一件事情 我今天可能拿着牙膏牙刷 甚至我连产品都没有带 我就到处跟我的朋友说 来听听看这家韩国新的直销公司 加入50块钱而已 全球无限带 你不想加入就卡个位 站个好位置 抢得先机 请问一下 听完我这样简单的说明 你会加入的请举手 如果你会加入 顺便看我长得帅 正常来说 正常人是不会想要加入的 为什么 因为心的感觉是不是一样 又来了一家直销公司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对卡位这个说辞 我的想法是什么 又没有要做卡什么卡 今天如果我们去某个超市 某个大型的卖场 他跟你说 王先生我送你一张卡 不用钱了 去擦煤 擦城市 我们送你一张卡 请问一下 如果我不去这里消费 你送我这张卡要做什么 放在我的皮包 我都显占空间 我为什么要办 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认知 跟方法 去跟我们朋友招募的时候 你讲十个就死十个 第十个也不用讲了 前面九个会跟你说 快要成做直销 看到他赶快跑 对啊你很有信念的 但是你没有方法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更贴切的讲过去失败的方法 跟观念 再做一个最新的行业 再做一个消费连结的行业 那么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修正 我们有好的信念 这样是不是成功的速度会更快 是的 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概念 好的 那今天既然是来追求成功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三个方法 好吗 好 首先我认为世界上 这不是我认为 这个是其实你放到每一个企业去看 都是这个标准的 但是恰好 我们爱多美都有这三个 这三件事情都做到了 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帮成功者工作 成功不是找工作 是帮成功的人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有成功的模式 这样的经验才会好 举几个例子 郭台铭曾经帮王永庆工作过 华硕的老板曾经帮宏基的老板工作过 那大家知道美国欧巴马总统曾经帮谁工作过吗 知道 美国的卡特总统工作过 所以我们说 企业家都帮企业家工作 总统都帮总统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经验才会好 那么我们在座爱东北的朋友 我们就我个人而已好了 因为我不是什么名校毕业的 我也不是什么高技术人才 但是我可以为谁工作 我可以为我们的普汉及董事长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董事长 我相信大家都很很常看到这些报导跟讯息 上了杂志上了节目的采访 同时爱多美又是上了韩国的新闻报导 我们董事长上了世界级的财富杂志 这一本财富杂志里面过去的封面人物有谁 大陆首富马云 美国总统川普 带来在2017年的8月份 就是我们的普汉及董事长 那内容是什么 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 你会非常震撼的 那么爱多美直到今天 引领全球的普汉及董事长 引领全球年营业额接近300亿的一家公司 值不值得参与 值得啊 所以这就是我的老板 对来说这就是我的老板 那我们老板对我好不好 好 非常的好 在我们爱多美这家企业 不会只有一个玫瑰大师 不会只有一个星光大师 不会只有一个钻石 也不会只有一个猪王大师 董事长就说了嘛 你当的猪王大师 堆高级3000万就会开出来了 你是王冠大师 心力相装满满的钱给你 所以公司福利好不好 好 公司的福利真的非常的好 一不小心在座各位的身材 就会变我这样 算是一种职业伤害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来我们再看一下 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第二个方式 就是与成功者合作 举个例子 比如说马云跟孙正义 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这个大家知道吧 那当初马云呢很有构想 很有想法的时候 那但是他缺乏资金 但是有人会演四英雄 谁孙正义 他看到这个年轻人 据说啦这是报导写人 他跟他谈了五分钟 然后他看到他眼睛闪瘦的炙热的光芒 然后很渴望要成功 然后听了他的方法 跟他的理想规划 觉得可行 所以孙正义 投资的马云多少 2000万美金 那么大家知道今天翻多少倍吗 2500倍 2000万美金的2500倍 一个成立了现在最大的淘宝网 一个他的身家资产翻了好几番 所以成功是可以非常快速的 重要的是你跟谁合作 我想问在座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对错 选项只有两个 在座的朋友 你比较喜欢当员工 还是比较喜欢当老板 我先调查一下好吗 喜欢当员工的请举手 好 喜欢当老板的请举手 比较多 比较多 那没举手的意思就是说 最好不用做事情就有钱赚 你这个我也很喜欢 那刚刚从现场的调查来看 老板比较多 那我想问在座各位的老板 你的事业 你想要做台湾本土就好 还是做国际的 国际的 那么国际的 好我们假设我们要做一个连锁企业 做你懂的就好 不管是吃的还是厨师都可以的 好 那我们不要讲美国加拿大 因为太远了 做面积要很久 我们讲东南亚就好 假设如果大家要在美国 就要在日本 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政府在菲律宾 这些国家 越南 你要开你的分公司 请问一下想开在哪里 越南你想开哪里 泰国你想开哪里 想好了吗 大概有人有概念就想了一个 那请问一下你总经理要不要行 你业务人员要不要行 网站要不要降 物流金流呢 所以很多人公司还没有开就先倒 自己当老板嘛 风险很大嘛 对不对 那你懂每个国家政府的法律吗 跟归费吗 红包钱 咖啡钱 我听过最酷的是什么 最酷的是什么 最酷的是红包钱不是你自己填数字 是里面数字已经填好了 听完大家还想当老板吗 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台商去了对岸 然后过个年工厂就不见了 不是不努力啊 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太多的因素 会让我们永结不复 会让我们创业失败 会让我们承担很大的风险 所以如果过去如果是当老板的 你做一个行业做一个项目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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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做到第七个项目是失败 你觉得是成功还是失败 是失败的 因为通常前面六次都会凹到第七次去 但是过去如果在座朋友没有成功的经验 我们过去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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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碰到爱东美成功了是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 这是很特别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成功是看你跟谁合作 当你跟爱东美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美国日本加拿大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 有没有大陆的朋友 印尼澳洲越南呢 通通都有复杂的事情公司来帮你处理 我们只要好好的学习 随时准备好你的成功就会非常快速的 同意吗 同意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我们爱多美的新闻的报导嘛 对不对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成功学院 大家想些事情 我当初加入爱多美的时候 第一场说明会我说过嘛 我不想加入 所以我是来找缺点的 那时候我找到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看了我们产品 我觉得罐子太白 不够高级 应该要做那个香钻的 blingbling的 这样才有尊龙感嘛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爱多美这罐子 但我也不能说他丑 我就觉得很素雅 没有什么很凸显的特色出来 所以那是我找到的第一个问题 可是后来我看了董事长的影片 我就明白了 董事长说罐子做的简单干净就可以了 素雅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罐子可以插在脸上 他就考虑做高级一点 请问大家我们用保养品 是要用里面还是用外面 里面 当然是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用里面 我们不是在收集罐子的 好 那第二张图 在做朋友想一件事情 目前哪一家公司 哪一个企业 每个月固定在主在举办 两天一夜的大型的活动 而且都是两三千人在参加 哪一家公司可以告诉我吗 就爱多美而已啊 还有别家企业吗 每个月哦 很多的其他的组织行销公司 叫做年会嘛 久久一次嘛 一季一次嘛 但是爱多美是每个月 再来最特别的地方都告诉你了 我们成功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每个星期五跟星期六 星期五是不是很多的朋友 还在上班 那你觉得半六日人会不会更多 有可能 你觉得半星期六一天 等会不会多多多 会 但是经过统计 星期五星期六是最好的 两天一夜效果也是最好的 星期五上班族 大家想一下 还愿意请假 还愿意被扣全期 为什么他还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为了他将来的人生嘛 想一下想一下 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件事情 费用又那么的低点 那么的平价 讲师不用钱 场地不用钱 你付你自己的住宿的费用就可以了 同时公司还要补贴 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所以这样回想起来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另外一个观点 当时我看爱多美的时候我找缺点 但是我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不加入爱多美的话 我就想一下为什么打不过他 但是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打不过他 所以我就加入他了 所以瞬间这些主力就没有成我的主力了 爱多美所有的一切的资源 就来到我的身上 也来到各位的身上 所以成功 是看你跟谁合作的 加入爱多美公司好不好 好 最近我听到一些很有趣的话 有人说我们公司 市场饱和了 又要卡 又是那句嘛 卡什么卡 市场已经饱和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市场永远不会饱和 只有被整合 市场是永远不会饱和的 如果你懂你有一些头脑 有一些商业概念的话 你不要轻易的被一些 人的胡言乱语去欺贴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要自己判断 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 爱多美的商业模式 到了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是成功的 他有成功的模式 所以跟爱多美合作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讲一个有趣的 凯特怎么跟英国威廉王子合作 凯特是一个平凡的女生 有一天英国的皇室贵族 威廉王子看到了凯特 他在路上散步 然后王子就骑着马 所以这时候他决定跟他要LINE 等那时候有没有LINE 辛苦了知道 反正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 跟他要到LINE 对不对 然后最后王子就开始约他出去 然后就变成了男女朋友 所以有一天王子就问了这个凯特 说凯特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特害羞了三秒 马上点头说要 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王子的太太叫什么 王妃一秒变王妃 那么在爱多美里面很多的妈妈姐姐 就跟我说了 王妃 王妃玫瑰大师 请问一下 我们知道 要在爱多美生根两三年努力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阿姨等不及了 还有没有更快的方式 我说阿姨 我目前想到一个 因为我单身 然后如果不要努了 我刚好喜欢她 她也喜欢我 你可以一秒变账你了 真的是讲出来 让大家笑一下的 当然是自己在爱多美成功 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第二个 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方法 与成功者合作 与成功者合作 再來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 第三个方法 找成功者为你工作 我想请问在座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生活中有没有成功者为我工作 谁 除了爱多美哦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国家 他们的社会福利的制度非常的好 然后我还要跟大家补充 在新加坡的年轻人 如果是当地的年轻人 他们大学毕业 请薪是五六万块台币起跳的 一个月十万是再正常不过的 那如果以我们台湾年轻人的收入在那里 叫做一个月或两三万 叫做低收入户 他们的政府还会照顾他 给他补助 减税 节税 你买不起房子 都还会想办法有个空间给你住 这就是新加坡繁荣 那我们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生活中有谁来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没有为成功者工作 与成功者合作 找到成功者为我们工作 那么我们想要变富有的人 怎么办 如果三个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死定了 但是不会那么早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而已 那么爱东美有没有为我们工作 有 有 怎么为我们工作 公司断钱我们产品有没有越来越大 有 价格有没有越来越便宜 有 然后会员朋友说了 压膏可不可以不要买二十条 可不可以给我五条 一组就最便宜 也算可不可以不要你吃买四罐 可不可以一瓶就给我最便宜 公司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有 有的 公司都有听到我们的声音 不断的在改进 不断的在修正 不断的在进步 所以我们会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跟着爱东美都是一起成长的 爱东美公司是真正有在为我们做事情的 还记得董事长有说过 如果爱东美的公司的产品品质不好 请大家千万不要买 我们公司淘汰它 我们公司淘汰它 不要买 不要买自然厂商的业绩就不好 业绩不好自然就被淘汰了 那么未来流行什么 爱东美公司就卖什么 所以我们不只是生活用品而已 我们更贴切的讲我们是流通事业 我们是流通事业 这很重要喔 请问大家 如果你只把爱东美公司直销公司 大家想一个概念 请问现在科技日新月异 产品会越出越好还是越出越差 越出越好 对啊大家都知道越出越好 没有越出越差的道理 所以我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我们卖的是拔辣看七毛 然后我们开了走了一套制度 做了一个组织 然后我们公司叫拔辣干七包嘛 那如果明年卖榴莲干七包呢 后年水蜜桃干七包呢 那我们不就永远都要重新再做一个组织吗 但是爱东美不同 今天你开始努力的时候 你有你的组织 你有你的架构 你有你的消费网 所以未来流行什么 就是爱东美就可以卖什么 这就是爱东美的魅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 所以最重要的这三件事情 那今天在座的朋友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 让你思考的功课 生活中你正在为谁工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大家来自各行各业 如果你不在爱东美里面 你就是在为你的老板工作 那么你的老板对你好不好 你的老板对你好吗 你每个月工作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工作内容是这样 然后月初或月底 你就领到了这个收入跟薪水 所以我说 你在现在正在为你的老板工作 不是你自己 那你的老板 请问一下对你好不好 我很喜欢有一句话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现在的状态 是三五年前决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决定什么 三五年后的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你可以不加入爱东美 你可以不参与这个计划 这个分红的计划 但是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继续待在你原来的公司上班 三五年后你会过得更好 如果你的答案是会 那我祝福你 但是如果不会的话 你要开始思考一下 特别是爱东美现在 发展这么好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两三年 会有很多的国家开步 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 马云越说过了 我们的未来十年就在东南亚 如果你错过了这十年怎么办 没关系你还有下个十年 去哪里去非洲 所以在座的朋友 有一天如果有非洲爱多美 大家要去吗 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觉得那是 应该是给我们伙伴去的地方 因为到时候在座的各位 都是皇家大师跟尊王大师 对不对 所以看得懂得真的早点成功 享受财富的自由 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想要成功就要改变 那么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成功呢 快速的改变 你想要成功就要快速的改变 那么今天呢 我就像是爱多美公司的代表 就是土和其董事长派我来的 跟大家谈谈如何 与爱多美合作好吗 好 其实跟爱多美合作非常的简单 合约的内容只有两件事情而已 缺一不可 如果呢你同意的话 你临成功就非常接近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分享产品 把我们家的产品 换成爱多美的 用的好用分享给朋友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非常简单的方式嘛 那自然的 如果在座你很想经营爱多美 但是你不愿意换产品 成功的速度就比较慢了 有伙伴很可爱 都用牙刀牙刷 他都介绍什么 蜂蜜跟医生菌 因为点数比较高 那么就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都用牙刀牙刷 但是呢 他的介绍人上线呢 就送了太高蜂蜜 哇 他就欣喜裂恐 开心啊 他想到了 他有一个朋友 很重视身体的保健 保养 所以他就赶快要把这一道黑默衣 拿给他的朋友 因为他自己也不想花钱买 他希望对方用了 很有效果 最好是一次为四合 还有13万点 所以他拿给朋友的时候 朋友一直撕开来的时候 撕开之前 他问了他一句话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蜂蜜 是本重还是义重的 他马上回答 本重的 因为客厅太多了 继承医生菌了 这时候他朋友这样撕开了 要喝的时候 哎呦 流出来了 流出来这时候 有点尴尬 不过他还接了下去 他说了什么 不好意思 天气太热 尤其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自己不使用的时候 我常常会状况百出 然后把机会变成了误会 所以使用产品的概念是什么 大家心里要有这样的想法 今天我用了一个牙膏牙刷 就像蜘蛛网一样 围了一圈 我用了身体乳 就像蜘蛛网 围了第二圈 我用了越多的产品 我是不是网子 越来越大一再 那我可以补到的猎物 是不是就越大一只 像我这样的身材 最少要十张网子才够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 如果你越多的使用 越多的体验 你会有越多的健身跟感受 来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 那么当你什么时候 开始认真用产品 你就什么时候开始赚钱 你的口才不一定要很好 但是你可以把自己变得很美 你可以把自己的气色变得很好 你可以把你自己变得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你可能因为你的经济 你的生活改变了 你的外形的外在的谈吐 全部都不一样 所以体验产品我认为是 接触爱多美最简单 也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要说什么事情呢 就是参加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请问在座的朋友 我问三次 这个问题我问三次 是复选题 你想透过转换生活用品的品牌 一个月在爱多美 多一千八百多到一千九百多的 请举个手 我看一下吧 有的 那么你想透过爱多美 一个月多三四万四五万块钱收入的 请举个手 越来越多了 我问最后一次了 建议大家多举手 不然今天就白来了 你想透过爱多美 一个月三十万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的请举手 好 请给自己一个掌声 一千八百多块跟一千九百多块的人 他在做的事情 跟他学习的方向 会跟三五十万的人一样吗 会跟一百五十万的一样吗 不会的 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你想在爱多美 一千八一千九很简单的 其实你今天不用来的 你只要介绍两个消费者 时间到卡拿来的 两个人各自基本三十万分 你就领到第一笔奖金 不限时间的 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上班族的收入 上班族的薪水 请问在座的朋友 你投入的时间有上班族这么多吗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三五十万一百五十万 这已经是一个企业老板等级的薪水了 我们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吗 很难对不对 可是今天我们只要介绍 我们的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就可以 还记得我说的吗 想想你的老师是谁 在我们所有的爱多美的成功者里面 都是参加成功系统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找到你的教练 你的目标 你的标杆 你看在这里 有很多人会陪伴你成功 无私跟你分享他的经验 所以在座的朋友 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缺一不可 有伙伴说 啊啊啊啊我就有听过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每次都参加 啊我跟我的伙伴说 如果你觉得做的太无聊 你就想办法站上来啊 不是吗 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 不就是每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大家好好地想一下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的职业是计程师的司机 今天开车明天开不开 开 开啊你的工作是厨师 今天主办明天主不主 你的工作是医生今天动手术 明天不要动手术 要啊 所以我说每个人每天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在爱多美里面我三五年前 我就分享产品进入系统了啊 三五年后 我是不是还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 但是为什么收入跟身材可以增长那么多呢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的魅力啊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想一下 爱多美给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是想要做一阵子还是想做一辈子 一阵子 当然是一阵子 当然是做一阵子 享受一辈子 如果你今天很想在爱多美成功 可是你不愿意进系统 你不愿意体验产品 这个感觉就像喔 今天你在开机程车 你开到一半你突然觉得很烦 你就转过头 对后面乘客说 你下车很缓呢 我快跟人家吵了 你下车啊 没看过脸这么臭的 喔我不想载了 喔才95块钱而已 我不想载 下车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啊 但你没有钱赚吗 他在便当店夹便当的玉米青菜胡萝卜 夹到一碗便当丢旁边 那老板说 老板你不会煮别的菜吗 每个玉米青菜胡萝卜很烦耶 那外科手术医生呢 帮人家干嘛 长期刀割下来之后 喔又看到血了 然后头很痛 回家都不敢吃鱼场了 如果我们不喜欢不要做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会有收入 行为终止收入就终止 但是爱多美这样的事也还记得我说的吗 手停 口停 脚停 收入不停的工作 这就是爱多美的魅力 我会喜欢出国为什么 出国的时候我的月期还是一样的 我的伙伴还是很努力很认真的 我问我的伙伴说 如果我出国了 你还会继续刷牙跟洗脸吗 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鼓鼓 对啊 我刷牙洗脸干你什么事呢 我还是要洗碗的啊 洗衣服的 对吧 所以如果一个组织没有人情 没有捧场性质的 就可以做的长长久久 因为这个产品是他本来就需要的 并不是因为你的介绍长得特别的帅 特别的利好 他愿意去使用 是因为这个公司的产品很好 品质很多的消费者都喜欢 所以非常的重要 进入我们的成功系统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 我也跟大家分享 有些伙伴挑战销售大师 他就觉得哇好辛苦 但是如果你问到对的人 你问玫瑰大师说 玫瑰大师请问一下 销售大师是困难还是简单 你觉得玫瑰大师会怎么看呢 你在开玩笑吗 我说玫瑰大师可能一次要十几个 销售大师一次晋升 你跟我说销售大师很困难 你在开玩笑吗 如果你问诸王大师 诸王大师 销售大师好难喔 你觉得销售大师会说什么 你在开开开开开什么玩笑 我可能晋升一次要一两千个销售大师 才可以完成销售大师 所以我和大家表达的是 进入系统是最简单的 因为有会有很多的老师 五条件的去教你成功的方法 好所以要进入成功系统吗 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成功系统 好不好还说我们的一日研讨会 我们今天的就是一日研讨会 好不好还说我们的成功学院 你看这么多的人 然后现在有两个场地 台湘路板在哪里 墾丁 对墾丁 恒春 真的鼓励大家 有机会的话 两个地方都去感受一下 一定要去墾丁的 为什么 因为听说那有个主持人长得很帅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那边 这个是 郭文森也是那个 台湾喜乐多的教育中心长 然后在我们高雄 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教育中心长 现在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喔 教育中心每天都有非常多的课程 我为什么放这张照片呢 这是在我们台南喜乐多 这是里面 然后还有外面 我记得喔 我中心教育中心刚开的时候 只有四个人来 一个是我 一个我妈妈 还有一个我们销售大师 另外一个是其他团队的伙伴 说明会时间喔 星期二晚上七点半四个人 我妈妈我的伙伴 跟一个新朋友 而且还是其他团队的 我们四个人就开了一场说明会 但是直到今天呢 直到今天能那么多 所以我想跟大家表达 是各个中心都是一样的 学习是不需要被鼓励 不需要被勉强的 因为看得懂的会员太多了 如果你不想经营 看不懂的话 你就不要站着人家的位置 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不断在参与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今天我们不想去招募 爱多美的会员 有没有关系 我们也会说 不加入会怎么样 自己个人认为不加入 问题可大了 为什么 今天我们不拿着我们的牙膏 牙刷去找人家 明天你的朋友 就会拿爱多美的海台 跟卫生纸来找你 所以看是你比较快 我也比较快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在爱多美的成功系统里面 我也是一样的 我从会员分享开始 然后讲讲经测度 然后当了一个很帅的主持人 哈哈哈 好好好 真的开玩笑 自己讲给自己开心的 我要表达的是 其实在爱多美里面 我乐于每一个工作 辛苦辛苦 每个工作一定有他辛苦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假定 你要在这里成功的话 你必须用一个快乐的心情去面对 那这样子你的工作 可以做得长长久久 那也终于在今年的八月份 进了我们领袖俱乐部 跟这些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甚至是我个人的 在爱多美的一个目标 跟一个梦想 就是进到我们爱多美的领袖俱乐部 甚至是未来的广假俱乐部 所以我要跟在座的朋友 分享一件事情 以前我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很遥远 所以我不太关心这件事情 但是当我去设定目标 我知道我每个月的努力 要做多少的时候 我要分享多少产品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有动力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当你的目标明确清晰的时候 那领袖成功是越来越接近的 然后也做了一些蛮特别的事情 就是成功学院在跳舞 跟伙伴一起跳舞 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通过了爱多美 去了美国 去了加拿大 然后认识了世界各国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工作 任何行业任何工作都是尊贵的 但是没有一个行业是透过 你可以拿着麦克风 分享你真实的故事 你的心路历程 改变更多人的生命 来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我觉得爱多美是一个世界上 最棒的一个工作 你只要透过分享 讲你的故事 讲你的经验 那就会影响很多人的生命 当这些朋友被你感动 感动 然后改变了想法的时候 有一天他们会帮助更多的人 这就是爱多美在做的事情 那这张照片只是要跟大家讲 我减肥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到处去玩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吃点美食 然后认识非常多的朋友 在美国跟加拿大交接的户户 然后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 这是去新加坡 这是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来多美也是发展的 是特别火热的 这只是他们其中一个教育中心而已 就那么多人在参与课程 然后也去了玫瑰大师的旅游 然后认识了很多的优秀的领袖 以及他们的家人 唯一的缺点都是有男朋友了跟结婚了 这张照片很没有意义 我们那次玫瑰大师旅游去沙巴 打沙滩排球 足钱 水上活动 然后把精力玩起来 真是太开心了 好 那刚刚 这个是我的妹妹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吧 其实跟妹妹的关系 其实本来是不太好的 但是如何快速有效的跟妹妹 建立起友谊的秀内情 重新再连上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天我就跟她说 妹妹 我看你的机车 有点旧了 你想不想换新的这样子 她说想啊 本来就最近有在看啊 我说你知道这个品牌吗 有 有 我就买一台送我妹妹 感情就好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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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我还特别有诚意 我就直接挥十万块给她 我就说 你自己选一下 你自己选一下 因为我怕我选的颜色她不喜欢嘛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伙伴嘛 找不到我对不对 因为我戴面具嘛 哈哈 钢铁人这样子 所以我就 这个是我们度跑的活动 在明年 也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参与 然后你看嘛 这当然这都是我们的伙伴 不管是同团队不同团队的 比如说我的伙伴千文来说好 他是目前台湾最年轻的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24岁而已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 爱托美这个不是成就只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已 会在我们每一个伙伴身上都去发声的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棒的事业 所以对我来说 我是我妹妹的哥哥 我是家里的老大 我就有照顾我妹妹的责任 不管我妹妹的个性怎么样 你们不要说我说她坏话 我是说她个性很好 所以 以后爸爸妈妈不在 我是哥哥 我就有照顾妹妹的责任 对吗 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我就要成为他们的荣耀 我是在东美的中心上 我就有责任照顾好我的会儿 那我未来 我会有我的太太和小孩 所以我要当好一个好老公的角色 我要当好一个好爸爸的角色 爱托美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 让我们可以真正好好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把我们的快乐跟幸福 带给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同意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这个缘分 在这里 我们遇见了彼此 你听了我的分享 让我们一起 在爱托美成为温暖 而且有魅力的人 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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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